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六十四集 分散开 全力寻找白小川 找到者老夫亲自给予贡献点奖赏 途中若看到洛臣家族在外的族人全部灭杀 欧阳杰收回看向李清侯背影的目光 缓缓开口时四周所有弟子顿时扩散开来 方圆万里两千多人全面寻找一连寻找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的时间 方圆万里几乎被全部搜寻了一遍 可惜始终没有人找到白小川 但这一路上 被白小川击杀的那些洛臣家族族人的尸体 随着一句句被发现 越来越多的那门弟子心中震撼 那些洛臣家族的族人 大都是一击毙命 这让所有人很难去想象 一个宁气六层的外门弟子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钱大金也连连稀奇 他忽然觉得白小川还是死了好 不然的话如此生猛 怕是自己也非其对手 而且他看到了李清侯的愤怒 他心中忐忑已到了极致暗自叫苦 该死的 你有如此背景 你早说呀 你要说了 我才不招惹你呢 尤其是在那无名的山脉丛林内 他们看到了三位宁气八层洛臣族人的尸体 看着那里的惨烈 脑海里都出现了画面 每个人都牺牲强烈的震动 搜寻了一个月 渐渐的大家都明白 白小川应该是死了 死亡的地点就是这片无名的山脉丛林 此地凶手不少 有太多的方法可以让一个人在死亡后 别人发现不了尸体 尤其是他们从两个之前被陈恒派出的 洛臣家族族人口中知道追杀白小川的 极有可能是修为宁气九层的洛臣少主后 他们已经意识到白小川真的死了 一个月后 众人结束了搜寻回归宗门 侯云飞被找到了 他伤势虽重可在宗门的权力治愈下并无大碍 他与杜林飞 此番为宗门立下不小的功劳 可他们的心中却没有丝毫的振奋 有的只是悲哀 只是悔意 他们两个都不想回去 可是伤势太重被带回宗门 李清侯留了下来 他独自一人在这片无名的山脉丛林内 又搜寻了整整两个月 除了一些就算是他也无法踏入的区域外 几乎将这片山脉走遍 可诡异的 竟还是没有找到分明就在这丛林内的白小春 仿佛白小春与这片丛林看似在一起可却是两个世界 甚至为了寻找他们还在这片山脉丛林内 与不少强悍的凶手交战 自身也有了伤势 直到两个月后 他苦涩的看着一棵大树 那树上有干枯的鲜血 又一片衣服的角 如果没有带你上山 李清侯闭上眼 脑海里浮现白小春在茂儿山上 在雷霆中怕死的模样 回想起自己拎着对方 走在万蛇谷那时惨叫的样子 回想起宗门小笔 还有那十左十卑第一的一幕幕 沉默中他常态一声 整个人似乎都老了一些 将那片衣服收起 这一路上他已搜到了七八片 这样染着血的衣服碎片 最后 李清侯默默地走出丛林 化作一道长虹 飞向远方 这场洛臣家族的叛别到此结束 灵溪宗以雷霆手段 直接灭绝叛乱者 此事轰动四方 使得通天河东脉下游 占据四大洲的东脉修真街 无数修真家族与宗门全部知晓 对于独占东临州 东脉下游 修真街四大宗门之役的 灵溪宗更为忌惮 而关于洛臣家族叛变的缘由 也在灵溪宗的追查下 找出了很多的线索 血脉印记只是一方面 还有更深层次的幕后之一 这些线索组合在一起后 涉及太大 灵溪宗都震惊了 一旦此事灵溪宗没有来得及阻止 那么将迁移法而动全身 若洛臣家族成功 那么灵溪宗范围内所有的修真家族都将闻风而动 一意叛乱 若此时有大敌入侵 那么将引起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 甚至会动摇宗门 而杜灵飞三人的功劳 在这一刻至关重要 尤其是白小春 若没有他的舍身取义 那么这个消息也很难及时的传回 尤其是在这次事件里 白小春没有扔下同门独逃 为救同门引走敌人 此事让所有人动容 修真界自私的人很多 如白小春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 这样的弟子陨落 让包括掌门在内的所有宗门长老都心中痛悉 此次事情背后牵扯太大 随着更多的线索被查出 灵溪宗沉默了 处于某种原因 他们没有继续追查 但整个宗门内的主机修士 却一个个平日里警惕了很多 仿佛山雨欲来 南北两岸的七个长座 连同掌门以及诸多长老 在进行了数日的沟通与研究后 他们达成了一致 杜灵飞 侯云飞 还有陨落的冯妍立下功劳 尤其是白小春 她这一次立下了大功 山雨欲来前更需要一股精神存在 那是我们灵溪宗万年来不变的精神 白小春用生命立下如此大功 我等当后则 为其举行葬礼 但凡为宗门做出贡献者 宗门就不忘 这是灵溪宗掌门郑远东最终说出的一句话 之后的日子 关于洛晨家族叛变之事的幕后缘由 灵溪宗虽没有追查下去 可宗门内却借助这一次机会 用了很大的宣传力度 大力弘扬白小春那种为了同门舍身 为了宗门取义的壮举 他的事迹被宗门传开 使得南北两岸所有山峰的弟子都知道了白小春 都知道了白小春为了救同门所做出的一切事情 同时 宗门对于这种有情有义的弟子绝不会让其寒心 明明一个李清侯就可以灭绝的家族 宗门却倾难按两千多内门弟子出动 声势浩大 以牛刀杀鸡 此事让宗门内的所有弟子 在记住了白小春这个名字的同时也都无比感动 哪怕这里面有宗门刻意而为的做法 但这种刻意每一个弟子都渴望存在 这是灵溪宗的传统万年不变的传统 动我弟子者不惜代价虽远必诛 任何一个灵溪宗弟子在外出时他绝对不是一个人 只要灵溪宗在那么他的身后宗门就是永久的后盾 而这个将化作更强烈的认同感 使得所有弟子愿意为宗门去付出一切 包括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宗门 捍卫自己的家园 这就是灵溪宗 一万年前只有不到数十人的微小宗门 而对于白小纯的生死甚至掌门都出灭 请宗门的一位擅长推演天机的太上长老亲自施法展开天机之术 可惜无法找到白小纯存活在世间的痕迹 只能察觉一股死气弥漫 这才确定了白小纯已经为宗门战死 数日后 清晨 天空阴雨绵绵 一声声带着悲哀的钟鸣 回荡在整个灵溪宗 无数弟子穿着黑色的长袍 默默地走出各自的居所 神色哀伤 渐渐汇聚到香雨山的半山摇 在那里有一座墓碑 墓碑上有白小纯的画像 画像中他笑得很开心 张大胖蒸蒸地站在人群里 看着汇聚而来的众人 又看着那座墓碑上写着的白小纯的名字 雨水落在他的身上 大湿了他的衣衫 他哭了 他想起了与白小纯的一幕幕 想起了一起偷吃灵珠 一起大声欢笑 一起去卖外门名额 一起去偷鸡 九胖 张大胖深色哀伤 心里空落落的 那种伤心的感觉仿佛整个世界都是阴暗的 火灶房的其他胖子师兄 还有黑三胖也在人群内一个个难过悲起 眼泪不止 还有徐宝才 陈子昂 赵一多 还有徐长老 周长老 所有从白小纯上山后认识他的人 都在人群里深色哀伤 周新奇也来了 他默默地望着墓碑 他听到白小纯的事情后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年白小纯寻找林伟基的热心 侯云飞 被侯小妹搀扶着 站在人群里 她的拳头死死的握住 身体颤抖神色悲痛 白师弟 侯云飞惨笑 他回到宗门后已久度日 忘记不了白小纯引走强敌式的身影 四周来人越来越多 很快 这湘云山的半山腰已密密麻麻无数弟子 每个人都沉默望着墓碑 杜灵飞在前方灭色苍白 雨水落在她的脸上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她的神色甚至都有些恍惚 本就美丽的容颜此刻多出了奇美 你明明可以活下去的 我活着 你走了 杜灵飞悲痛七创 这段日子她整个人憔悴了 她每次梦中都会出现白小纯的身影 那铁血的归来 那转身的离去 这一幕幕 让杜灵飞心如刀割 眼泪更多 悲哀的忠明始终传出 久久不散 在这忠明的回荡里 有众多长红从远处缓缓走来 七座山峰的掌座 灵飞宗所有的长老还有掌门 穿着黑色长袍都出现在了墓碑下 一个个望着墓碑 深色哀悼 李清侯心底苦涩深深的自责 白小春 灵溪宗湘云山外门弟子 要道教养 道徒添教 与洛臣家族一战中 击杀众多洛臣叛逆 为同门设身 为宗门取义 他用圣明为宗门创下盖世贡献 我灵溪宗所有弟子 当永生永世铭记此事 掌门缓缓开口 声音在这一刻传遍四方 他的声音带着悲哀 在传出时 杜灵飞的哭声控制不住 泪水更多 侯云飞 张大胖 无数人在这一刻都流下了眼泪 今日 特追封白小春 为我灵溪宗荣耀弟子 掌门的声音再次回荡时 四周无数弟子全部心神一阵 荣耀弟子这四个字 喊动人心 荣耀弟子是整个灵溪宗至高无上的荣誉 是一个单独列出的特殊称号 地位至高超出内门 与传承序列评级 王者里荣耀最高 生者中传承最强 在这之前 万年来灵溪宗一共出现了九个获得荣耀弟子称号之人 每一个都是为宗门立下打功战死后被追封的 如今出现了第十个 没有人觉得此事不恰到 这一切是白小春以生命换来的 白小春进入宗门后 直至牺牲 都还没有师尊 若用生命为宗门立下大功的孩子 我等 绝不允许他在阴鸣孤独 近日 老夫带故去的师尊 零罗真人 守白小春为弟子 让其在阴鸣 能继续追求大道 掌门沉痛的开口时 李清侯轻轻的点了点头 望着墓碑 他的眼中露出悲伤 所有人 莫哀 掌门闭上眼 向着墓碑缓缓低下头 四周所有弟子在这一刻全部低头 熟悉后 当墓碑结束时 杜铃飞已悲痛的气不成声 就在所有人墓碑的同时 那片无名山脉的丛林中 白小春 睫毛疑颤 缓缓睁开了眼 打了个喷嚏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